第202集 他已经在那个湖泊中收集到了万物母器 但却远无法与母器精粹相比 唯有这种母器之原根 才能真正祭练出传说中的极道武器 他曾经百般威逼利诱 叶凡就是不肯给他万物母器一原根 没有想到此刻却主动要送他 叶凡觉得姬子月虽然古灵精怪 但是并没有坏心思 相反这些日子来还曾百般的维护他 即将离开此地 他心有愧疚 决定宋修是眼中的瑰宝万物母器给他 他虽然无法掌控万物母器 只能孕集少量于体表 但是姬子月身上有秘宝 如此就足够了 可以汲取到手中 真是万物母器精粹 当姬子月得到万物母器原根后 大眼弯成了月牙状 脸上样出小酒窝 如精灵一般活泼 又蹦又跳 好好休息啊 超越你哥哥 叶凡揉了揉他的头 然后转身大不离去 我有事儿 先回捉风了 姬子月相当的聪明 早已感觉到叶凡的异常 无缘无故将青铜仙殿说了出来 前后联想 立刻猜到了原因 老孩 你不用逃 他快速追了下去 叶凡那最近一直在 惊艳老疯子的步伐 虽然不能一步迈出后 山川大地近在身后 但也快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这是一种无上秘法 姬子月纵然修为比他高 但却根本追不上 眨眼便被甩开了身影 叶凡紧隐约间听到呼喊 老孩不要走 他叹了一口气 头也不回得远去 实力不济 只能就此远顿 路过捉风所在区域 他见到李若鱼站在山巅 正在向这里眺望 叶凡略有犹豫 但最终腾空而起 他相信这个老人 对其多有点拨 不想就此无声离去 他飞上了捉风 施了一个大礼 而后站直了身体 李若鱼询问 你是要离去了吗 叶凡点了点头 那就去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道 老人没有多说什么 他在修行上有大智慧 误道捉风 甚是不凡 叶凡想了想 取出玉镜瓶 道出一些神拳 封在一个玉敏中 呈给李若鱼 多谢前辈 就此告辞 说完这些话 叶凡脚踩虚空 以老疯子传授的无上秘法 如流光 一般远去 除去姬子月 与李若鱼外 还有一人猜测到 叶凡要离去 如果说 谁最了解叶凡 那毫无疑问是李小曼 毕竟相处过几年 在他说出青铜仙殿时 他就已经猜到其动机 随后见他远去 他瞬间明了 叶凡 这是准备逃走 叶凡没有片刻停留 金色苦海沸腾 雷点交织 动用全部神力 脚踩神秘步伐 快速远离太玄门 至于老疯子 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强大到了那等地步 纵然处在沉睡中 外人也很难伤他 数日后 叶凡已经在 十数国度外 相距数万里之遥 至此他才停下来 直接飞到了东荒北域 需要耗费数载光阴 这个过程中无法修行 白白的蹉跎岁月 叶凡难以承受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他一阵感叹 东荒实在是太大了 这片地域 不过是南域的一鱼而已 贯穿南北 距离无法想象 当叶凡停下来 才明白 他到底惹出了多么大的风波 可以说是将天给捅破了 就在这几日间 青铜仙殿出示的消息 通过玉门 传遍东荒各大势力 许多大人物都被惊动了 数日来 风云忌讳十方震动 不仅人族强者赶来 连妖族的民宿也驾临了 当中 很多都是多年来未曾出现 一直在闭关的大人物 然而 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 今日的消息了 传言 已在五百年前作画的人族大能 南宫正 竟然在现世间 驾临太玄门 更有消息称 八百年前 横扫东荒南域的妖族大能 孔雀王 再一次出世 现身在魏国境内 不知是真是假 这些传言出来后 让所有人心中震撼 成仙 无数强者的终极梦想 追求一生的最高目标 可是自古以来 究竟有几人迈出了那一步呢 古籍中提到有几人疑似成仙 但却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让无数精彩绝艳知识 感觉前路渺茫 漫长的岁域 沧海桑田 随着一个又一个天骄般的人物 画成黄土 掀这个字 让人觉得越来越遥远了 就像那冬日的风 无星月的夜 让人感觉冰寒雨 黑暗 看不到希望 在东荒漫长的古史中 却曾出现过一些精彩绝艳的人物 有今天之能 有伪帝之才 冠绝一段历史岁月 但终究还是化成了枯骨 在那遥远的过去 曾有数位天骄人物 即可摘星卓月 有通天彻地之能 到头来 依然无法逃过死劫 强大如万载前的妖族大帝 欲与青天比高 辟逆天下 唯我独尊 冰封所向 无人不俯首 东荒何其浩瀚 妖族数之不尽 但却被那位大帝统一在一起 欲建立妖族天庭 成就无上为业 然而在岁月的碾压下 他们的红院终究成空 化成一缕幽魂 最终尘归尘土归土 自古以来 东荒一直都有传说 青铜仙殿 有成仙的契机 对于登林绝殿的大人物来说 自然有着致命的诱惑 南宫正 孔雀王这样的存在 在现世间 也就不足为奇了 太玄外的水云湖 可谓风云际会 将南宫正 孔雀王这样的存在 都吸引出世 水云湖下 惊险青铜仙殿 数不尽的修士 赶往那里 像是黑暗中的一盏神灯 让人飞蛾扑火 具有无与伦比的魔力 大人物 与魁成仙契机 寻常的修士 想一睹仙殿真容 为国境内风起云涌 叶凡离开后 就没有打算再回去 为了逃出来 他将青铜仙殿抛出 搅出了天大的风波 此刻他有些犯难 想要横渡虚空 却根本不能 可以说 没有一点办法 难难难啊 真的无法可寻了吗 他皱起了眉头 感觉无计可施 青铜仙殿 出世 不仅波及了南域 就连最遥远的北域 亦有大人物驾临 影响之大难以想象 东荒北域 江家等几个圣地 与世家 都有人到来 当此件事了 北域的人肯定要回凡 我能否借助他们的力量呢 叶凡开始在这片区域转悠 多方打探 看看北域的大势力 与哪些门牌 关系密切 此时 叶凡与太玄相距三万余里 可以说是足够远了 他并不担心什么 没有继续远顿 从一些修士的口中 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北域的圣地 果然在南域 掌控有一些小势力 作为其子所用 为的是弟子出行时 能够提供方便 就在叶凡积极准备时 忽有震动难遇的消息传出 妖族大能 孔雀王出世后 并没有先去青铜仙殿 而是找上了机甲 一巴掌将门扁拍碎 将机甲大门掀飞 这绝对是一桩大事件 自荒谷时代传承下来的世家 始终屹立不倒 底蕴之身后不可想象 无尽岁月以来 很少有人敢上门挑衅 将荒谷世家的门扁拍碎 将大门掀飞 这是极其严重的后果 是无法想象的大事件 当天便传遍了南域 引起了轩然大波 如果来自荒谷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